我不知道网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怎么台湾民众会认为 解放军不真打就是不敢打呢 那么台独的气焰能不嚣张吗 我今天就分析分析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我觉得首先跟大陆的忍耐有关系 你看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什么 和平统一 好 和平统一在相当一部分台湾人认为 统一不是重点 这个词的重点是什么 和平 那好吧 和平就说明大陆什么 在台湾问题上 统一的道路上不会动物的 相当一部分有这种观点 而且我们大陆官方 你看多次表态 什么 只要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 我们都会尽百倍的努力争取 那好了 那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 百倍的努力的话 那台湾人就会认为了 那好吧 那么台独势力他就壮胆了 他就觉得可以切香茬了 可以小铺快走了 可以在台独的道路上冒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相当一部分会容忍的 你看 所以说在我们的对台政策上 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要调整一些 我们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 我们当然要争取了 但是你台独要有一分的冒险 一分的挑衅 那我们也会毫不手软的 应该两个拳头都要硬 所以我就想 这个跟我们一定大陆对台政策 会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点 跟台独 跟台独气焰在岛内相当的嚣张 跟民进党的这种欺骗手段 是有关系的 你们发现没有 就最近这一年 蔡英文参加台军的军事活动 是非常多的 应该说也创造了历史的一个记录了 你看看 蔡英文只要是台军有军演 蔡英文一定亲赴第一线 而且有的时候还参加 成为一个角色 你比如说在台北的一些演习当中 蔡英文是参加其中的 当成一个议员的 其中议员的 而且你看了 最近蔡英文参加了很多台军的 什么潜艇自造的开工仪式 所谓台军的这种高校战机的 这种是非仪式 甚至还有一些导弹的发射 蔡英文都参加了 为什么呢 他给台湾民众打气 认为什么 他制定的什么 遗物据统的策略是成功的 蔡英文不就提出来吗 要发展不对称的作战能力 让解放军如果一旦武力攻台的时候 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看了吧 他这种欺骗手法 觉得台军是有战力的 而且买了美国那么多的军火 特朗普上任的时候 就9次对台军售 去年台湾从美国买的军火 是世界第一大客户 将近100亿美金 而且很多都是进攻性武器 得了 那么台湾民众就认为 你看了吗 台军有实力 大陆不敢动 你真正要动的话 大陆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看有这种因素 第三个就是什么 美国的麻痹作用 美国在台南海问题上 老给台湾民众吃一种迷魂药 灌一种迷魂汤怎么样 就是一旦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时候 美国会出兵的 美国会协防台湾的 所以台湾相当于民众认为什么 有美国 有美国的大哥在背后支撑的 而且美国人你看了 很多他在这个问题上 跳到了第一线 你看去年 美国美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 穿行飞跃 两艘航母演习 你看看 所以说美军他已经跳到台海第一线了 台湾人就认为 在第一线的时候 有美军的保护 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台海 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想 台湾人他就觉得 好吧 大陆不敢动 为什么 大陆如果动的话 就会跟他的对手是美国人 是美军 得 台湾人就可以躺着睡大觉了 不着急了 所以你看 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大陆在台湾海峡附近军演的时候 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还是很恐慌的 我看有的报道就说 那个时候 有一部分 有权有势 台湾人 有的都打包了 都买了机票 都要走 确实有一定的震慑中央 你看现在 我们都说 最近这一两年 是台海几十年来 最兵凶战危的时候 国际危机组织都把台湾海峡附近 台海 位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之一了 你看台湾民众恐慌吗 他不恐慌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陆 每天基本战机都去巡航 飞越 到台湾的西南部的空域 进行正常的演训 你台湾民众慌吗 不慌 而且蔡英文你看了吧 在历次讲话当中 还在叫嚣 什么发展所谓的防卫自主 重城贺阻 奸敌滨海 你看看这气眼还是很嚣张的 所以台湾民众最近你看了吧 他也不恐慌 都台海是几十年来最兵凶战危的时候 火药桶是一触即发的时候 台湾民众丝毫没有恐慌 所以我们也要反思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和平统一是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 我们当然希望和平统一了 因为两岸都是中国人 干嘛要兵容相见 干嘛要生灵涂炭 但是我们打击台独确实要精准 要有力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真的要下点功夫 两岸统一友谊说一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 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两岸统一友谊说一 各位玩家好 感谢大家收看统一集结令 我今天读到我一位 在国防大协从事对台研究的 一个好朋友 他的一篇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就讲到了 说台湾现在社会 弥漫的一国台独有理 台独神勇 台独无害的这种氛围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台湾人认为 只要解放军不真打 就是不敢打 所以岛内的现在抗路保台的氛围 这种声浪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他的分析 说实在的 跟我现在一直感觉 有点不谋而合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知道网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怎么台湾民众会认为 解放军不真打 就是不敢打呢 那么台独的气焰能不嚣张吗 我今天就分析分析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我觉得首先跟大陆的忍耐有关系 你看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什么 和平统一 好 和平统一在相当一部分台湾人认为 统一不是重点 这个词的重点是什么 和平 好吧 和平就说明大陆什么 在台湾问题上 统一的道路上不会动物的 相当一部分有这种观点了 而且我们大陆官方 你看多次表态 什么 只要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 我们都会尽百倍的努力争取 那好了 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 百倍的努力的话 台湾人就会认为了 好吧 那么台独势力他就壮胆了 他就觉得可以切香茬了 可以小铺快走了 可以在台独的道路上冒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相当一部分会容忍的 你看 所以说在我们的对台政策上 是不是也应该适当的要调整一些 就是我们有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 我们当然要争取了 但是你台独要有一分的冒险 一分的挑衅 那我们也会毫不手软的 应该两个拳头都要硬 所以我就想 这个跟我们大陆对台政策会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点 跟台独 跟台独气焰在岛内相当的嚣张 跟民进党的这种欺骗手段是有关系的 你们发现没有 就最近这一年 蔡英文参加台军的军事活动是非常多的 应该说也创造了历史的一个记录了 你看看蔡英文只要是台军有军演 蔡英文一定要亲赴第一线 而且有的时候还参加成为一个角色 你比如说在台北的一些演习当中 蔡英文是参加其中的 当成一个议员的 其中议员的 而且你看了吗 最近蔡英文参加了很多台军的什么 潜艇自造的开工仪式 所谓台军的这种高校战机的这种是非仪式 甚至还有一些导弹的发射 蔡英文都参加了 为什么呢 他给台湾民众打气 认为什么 他制定的遗物巨统的策略是成功的 蔡英文不就提出来 要发展不对称的作战能力 让解剖军如果一旦武力攻台的时候 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看了吧 他这种欺骗手法 觉得台军是有战力的 而且买了美国那么多的军火 特朗普上任的时候就9次对台军售 去年台湾从美国买的军火 是世界第一大客户 将近100亿美金 而且很多都是进攻性武器 得了 那么台湾民众就认为 你看了吗 台军有实力 大陆不敢动 你真正要动的话 大陆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你看有这种因素 第三个就是什么 美国的麻痹作用 美国在台湾海问题上 老给台湾民众吃一种迷魂药 灌一种迷魂汤 怎么样就是一旦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时候 美国会出兵的 美国会协防台湾的 所以台湾相当于民众认为什么 有美国 有美国这大哥在背后支撑的 而且美国人你看了 很多他在这个问题上 跳到了第一线 你看去年 美国美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 穿行飞跃 两艘航母演习 你看看 所以说美军他已经跳到台海第一线了 台湾人就认为 在第一线的时候 有美军的保护 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台海 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想 台湾人他就觉得 好吧 大陆不敢动 为什么 大陆如果动的话 就会跟他的对手是美国人 是美军 得 台湾人就可以躺着睡大觉了 不着急了 所以你看 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大陆在台湾海峡附近军演的时候 相当于不管台湾民众还是很恐慌的 我看有的这个报道就说 那个时候 有一部分 有权有势的 台湾人有的 都打包了 都买了机票 都要走 确实有一定的震慑中央 你看现在 我们都说 最近这一两年 是台海几十年来 最兵凶战危的时候 国际危机组织都把台湾海峡附近 台海位为 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之一了 你看台湾民众恐慌吗 他不恐慌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陆每天基本战机都去巡航 飞越 到台湾的西南部的空域 进行正常的演训 你台湾民众慌吗 不慌 而且蔡英文你看了吧 在历次讲话当中 还在叫嚣 什么发展所谓的防卫自主 重城贺阻 奸敌滨海 你看看这气眼还是很嚣张的 所以台湾民众最近你看了吧 他也不恐慌 都说台海是几十年来 最兵凶战威的时候 火药桶是一触即发的时候 台湾民众丝毫没有恐慌 所以我们也要反思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 和平统一是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針 我们当然希望和平统一了 因为两岸都是中国人 干嘛要兵容相见呢 干嘛要生灵涂炭呢 但是我们大吉台独确实要精准 要有力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真的要下点功夫 两岸同意 友谊说一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 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同学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谈吕秀莲吧 最近吕秀莲说了真话 所以很多大陆的网友都反映 吕秀莲变了 吕秀莲迷途知返了 改邪归正了 所以不该再把吕秀莲 列为顽固台独分子 吕秀莲已经游毒变捅了 我必须斩钉截铁来告诉你 你们都被骗了 吕秀莲最近说真话 是有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 吕秀莲最讨厌的人叫蔡英文 他为什么讨厌蔡英文呢 这个故事要从陈水扁时期说起 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吕秀莲不是他的副领导人吗 可是陈水扁的万千宠爱 都在蔡英文的身上 吕秀莲吃醋了 所以就说他是个深功怨妇 没有人理 然后还跟当时台湾一个 很有名的杂志 叫做新新闻周刊 还跟他的总编透露说 陈水扁有外遇 那至于总编问他 那外遇的对象是谁呢 吕秀莲露出神秘的笑容 黑黑黑 一笑带过 黑黑黑的背后 就是陈水扁的外遇的对象 到底是谁 到现在仍然是个谜 吕秀莲不说 而新新闻的总编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 不知道 但是大概从那时候开始 吕秀莲对蔡英文就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要打起来 那可是比男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还要来的更有戏剧性 吕秀莲只要看到蔡英文 她就不顺眼 蔡英文说东 她就要说西 所以你说吕秀莲最近说了真话 其实严格来说 就是戳破蔡英文的谎话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们常讲 很多人换了屁股 就换了脑袋 什么意思 坐在不同的位置上 她就有不同的思考的方式 吕秀莲过去 高高在上 是当朝第二号人物 所以她是个激烈台独分子 讲话嚣张啊 台独言论绝对不逊色于陈水扁 可是现在她没了权力了 她在在野的位置上面 她当然很多事情 看得比过去更清楚了 她不需要挑民粹了 她不需要粉饰太平了 她不需要掩耳盗铃 她说实话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必须告诉你 吕秀莲念念叨叨的说 台湾现在非常的危险 台湾处在兵凶仗围的战争边缘 你说吕秀莲怕不怕 她当然怕 吕秀莲当然担心说 一旦台海战争一起 那玉石俱焚啊 何况她还是顽固台独分子 清单里面的领衔人物之一啊 她当然担心将来成为 战犯的人选啊 所以吕秀莲这时候 心中怕 心中怕 所以很多 服卵的话就出炉了 吕秀莲会说真话 大概就基于上面讲的三个心理 而吕秀莲说了什么真话呢 我把它列举三个最重要的真话 吕秀莲的第一个真话 她说美国不管卖多少武器给台湾 都没有办法保障台湾的安全 这句话当然针对蔡英文了 因为蔡英文疯狂的向美国 大量的采购武器 不是只有防御型的武器 不是只有过时的武器 也有先进的 也有现役的 也有攻击型的武器 而因为特朗普 把蔡英文当成自家人 所以对台湾整个军售的限制 也打开了 所以确确实实 卖给台湾很多 现役的先进的 有攻击性的武器 可是吕秀莲告诉你 买再多也没用 买再多 两岸的军事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不会缩小 为什么 吕秀莲讲的倒是很具体 他毕竟做过台湾的副领导人 虽然只是陈水扁的花瓶 但是对于台军的状况 对于两岸的实情 他心中是血量的 他说了 他说以现在台军的战斗力 以台军的素质 以台军现在的训练的方式 给他再好的武器都没用 他都不会操作 所以没有办法发挥 这些武器的预期的战力 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对 大家想想看吧 韩国瑜过去说过类似的话 韩国瑜说台湾跟美国 买很多的武器啊 就如同乞丐穿西装啊 乞丐穿西装还是乞丐啊 乞丐穿西装 根本就不像个 道貌岸然的人啊 还是个乞丐啊 闽南语有句俗话 叫做穿农袍不像太子 什么叫穿农袍不像太子 那就是等于 你跟美国买了一堆现代化的武器 但是台军素质这么差 训练这么差 不知为何而战 不知为谁而战 有了这些武器 怎么会有战力呢 有用吗 没有用的 这是李秀连的第一句真话 李秀连的第二句真话 他说啊 要阿弥陀佛 要拜托老天爷 这几年可别发生台海的战争 李秀连的理论依据何在 李秀连的依据 跟我常常谈的几乎一模一样 台湾只有两个途径 一个跟美国买 另外一个接受美国的技术指导 技术合作在台湾研制 在台湾生产 可是不管是跟美国买的 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 最近蔡英文谈的一罗光 什么塔江舰 什么潜艇 什么小神盾 什么准航母 两栖攻击舰 你仔细看 他都告诉你 大概要2025年以后 他才能够生产制造出来 如果假设果真能生产制造出来 他也要等到2025年 至于跟美国买的 像F-16V的战机 或者像跟美国买的 许多新型的防空导弹 或者相控阵雷达 基本也都要2025以后 他才会到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是2020呢 2020到2025之间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那是台湾的军事实力 最衰弱的时候 为什么 新的武器 买的还没有到 要自己制造的 还没生产出来 但是旧的武器 已经过时 已经不堪使用 已经没有战力 所以我才说 这个叫做台军的空窗期 吕秀莲此话何意 他意思就是说 这几年不就是统一 最好的时机吗 所以他才讲 台湾现在兵凶战围 已经在战争的边缘 而这时候 一旦发生战争 台湾必败 两岸必然统一 我接着讲到 吕秀莲说的 第三句真话 吕秀莲说 蔡英文讲 台湾是世界的中心 不对的 她说台湾是现在 世界最危险的地区 台湾在战争边缘 台海 更是兵凶战围 蔡英文这几年 一直骗台湾的年轻人 说台湾是世界的中心 因为台湾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有很高的战略的价值 因为战略价值高 所以大陆一旦